玻璃市州大臣莫哈默苏克里的儿子 莫哈默沙菲克涉嫌伪造文件 虚报申领将近2万令吉公款 今天出庭面控 但他否认有罪要求审讯 35岁的莫哈默沙菲克今早在玻璃市江央地庭 面对虚假申领指控 涉及数额为19505令吉 根据控状被告是在今年2月19号 在江央端姑富之亚医院 为玻璃市拉者端姑赛希拉祖丁 提供饮用水服务时犯下罪行 被告的行为抵触2009年 反贪会法令第18条文 并可在第24至2条文下同读 罪成的话可被判最高 20年间禁级罚款1万令吉 由于被告不认罪 法官允许他以2万令吉保释金 以及在医人担保下保释外出 案件将在6月28号过堂 平均纸